以专业已经讲到第三讲了 前面两讲呢 跟大家的交流非常非常的愉快 无论是现场的当场的提问的朋友 所提出来的问题 还是有些朋友通过这样留言的方式 聊天留言的方式 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我还专门对于这些朋友的问题呢 做了一些两次回应吧 还没来得及做全部的回应 当然有些问题呢 是属于先把我之后还要 以后的讲讲座的内容要讲的先提了 我就不能先回答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似乎把悬念就先暴露了 另外再就是有些问题呢 稍微设计的有一些敏感吧 我觉得现在在网络上的交流 和现实中间的交流 这样的场面比较大的交流 其实大家都比较 比较有一些顾虑 有一些顾忌 我想为了我们这个讲座能够顺利的举行 也是比较切近我个人的这样的设定的主题 我就有一些问题我就可能不大容易回答 所以我也请各位提出问题的网友朋友 能够理解现在这样的一种形式 上一次讲座最后呢 交流的过程中间有一位朋友提出来了 时间也问题不大 反正我们这个讲座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具有一种确定性 讲什么话题 只要是跟这个主题相符合的 我想有时候会有些话题可能也蛮有趣的 比方说日本的问题 有太多的朋友觉得 包括历史学家们 觉得日本是从明智维新开始 它就跟 就慢慢的就所谓的脱压 负责于其的那套理论 在他们的倡导之下 明智维新 施行全面的欧化 全方的贵的西方化 就走向了一个富强 很快成为列强俱乐部 你们知道在八国联军的时候 其中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所以当时在甲午战争 以及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日本能够打败中国 那个时候是大清了 打败大清 另外在1904年的时候 日俄战争又在中国的东北 跟俄国发生一场战争 那么日俄战争 也是日本胜利而告结束 这样的话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是东方国家 或者说黄种人 战胜了一个白种人的国家 所以当时举国振奋 日本的举国振奋 中国其实又何尝不是觉得 这是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启发的事情 我们只要好好的学日本 只要我们好好的以日为师 把日本学习西方的 把日本做一个我们学习西方的桥梁 有很多很多的人 你们知道当时都是数以十万计的人 到跨海到日本去留学 然后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 通过日本来实现我们国家的 我们的无需编法 我们的不是无需编法 我们的明智维新 我们的现代化 西方化 所以在可以说是 在上个世纪的初年的时候 这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潮 那这个东西有点假定 假定的是说 在明智维新之前的日本 和在清朝末年之前的中国 其实文明上面可能差不多 都是一种类型的 或者说同文同种 梁启超特别喜欢说的 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文明 其实是这样的吗 我们到日本去 许多朋友有机会到日本去旅游 看到许多的方面 我们两个国家确实很相识 建筑的风格 传统建筑的风格也好 满街的汉字也好 包括日本人的长相 日本人的语言中间的 大量的汉字的使用 都让我们觉得 好像同文同种这个说法 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我今天要说 其实我们可以说 随着我们对日本文明的 一种特别深入的理解 可能会愈发感觉到 日本是一个从古典文明 就跟中国存在着 巨大差异的一个 一个特殊的文明 那么让我从一个 一个人说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举的这个纸 上面写了两个字 现在拿着一张纸 往前举都有点紧张 这个字当然也是比较 可能有许多朋友说 这念什么 上面一个大 下面一个周 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 广大 众多 辉煌的意思 念雕 雕然 这个雕然是在宋朝的初年 西方纪律 应该说是公元984年 大宋的时候 当时那个时候叫 叫雍西元年 雍西元年 当时的皇帝是这个 我们中国的皇帝是宋太宗 说起唐太宗大家都说 说宋太宗可能不是一个历史上 名声特别辉煌的一个君主吧 宋太宗 宋太宗做皇帝 这个时候从日本来了一个高僧 46岁的一个法号叫雕然的人 这个和尚 带了他的六个徒弟 一起到了中国 先是到了浙江的天台 到天台山去访问高僧大德 参拜那些著名的寺院 然后学习一些佛法 去跟那些著名的僧侣吧 切磋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浙江的这个天台 是天台这个国庆寺啊 是一个在中国的宗教史 中国的佛教史上面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一个寺庙 同时也是日本的佛教历史上 所谓的天台宗的祖庭 是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所有天台宗的发源地 就是在浙江的这个天台山上面 这个国庆寺 这是他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地 然后呢雕然一行又从浙江 但是宋朝的时候 中国跟日本之间也没有什么官方关系了 但是民间的商业的交往和宗教界的交往 仍然还是保持着 于是刁然就从 他们到了 既然到了浙江 到了天台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想着要 是不是往北方走 因为北方有山西的五台山 五台山当然也是佛教的一个 非常神圣的地方 于是这一行就 从浙江 然后到江苏 比方说到扬州啊 这地方 接着他们到了当时我们大宋的首都 东京 那个就是东京就是变凉了 或者说开封 我们的首都就在那 这个开封 或者说东京 就迎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佛教界的代表团 一行七人 就来到了 这个这个东京 因为宋朝的这个 这个这个太宗呢 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 可能跟他的大哥赵邝印一样的 都是比较 对于以前的所谓的毁佛 灭佛 这些事情有点 不是特别的喜欢 他们愿意去弘扬佛教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于是就 就听说日本来了高僧 当时宋朝的宋 宋朝刚刚建立不久 所以特别的愿意开展一些对外的交往 有一种八方来合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喜欢 于是 当年的农历的十二月十九日 这个 雕然一行 到达了东京 然后 官方的接待非常的隆重 到了第二 第三天 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的时候 太宗就在 他的宫殿里边 亲切的会见了 日本高僧一行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 会谈 其实那会谈也是 其实你们可以想象到中国的 我们这个汉语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其实 有许多人要说一口 中国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 他们擅长一种笔谈 宾主之间 其实都是用写字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你可以发现 宾主之间相对 而坐 然后前面摆着一张纸 然后大家拿毛笔写字 你写完了提出问题来 把纸推给对方 对方在这个纸 下面再接着用毛笔来回答问题 刁然的书法非常漂亮 他写了一首好的历书 这是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推谈过程中间 太宗就 话题就转到了 日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 说你们国家 这个国王情况如何呀 你们的君主传了多少代了 刁然用书法来去回答 然后说 我们国家已经传了64代了 64世 大家看一看 如果查一下日本天皇室的话 你会发现 公元984年的时候 日本的天皇是第65世 刚刚登基不久 但是刁然已经来 离开国家很长时间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时候手机也不发达 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微信也没有了 当然更没有 那么就 他已经不知道 他走以后 老天皇已经驾崩了 新的天皇刚刚登基 所以他就说是 已经传了64世 他还说我们的王呢 问他们说 你们这个 赵宋王朝吗 太宗问 这个 刁然说 你们的国王姓什么 他说我们的国王 以王为姓 以王为姓 以王为姓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日本 现在所有的日本的国民 都有自己的姓氏 或者叫杜鞭 或者叫佐藤 但是呢 日本唯一一个家庭 是没有姓氏的 就是天皇家族 所以天皇本身 王就是姓 姓就是王 这个是日本 把这个天皇 加以神话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吧 然后说 已经传了64世了 而且接下来 他又回答说 不仅仅我们的国王 是世世代代 这么传承下来的 而且我们的大臣 那些臣子们 也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 他的意思是指着 不仅仅是天皇身边的 那些个众臣 其实也包括 比方说 各个藩国的那些大明 大明就是藩国的首脑 就是诸侯了 那些诸侯也是属于 世世代代的这么传承 64世 64世天哪 各位大家想想 日本的天皇 好像是前年 前年RVG的社会部 是19年新天皇 登记老天皇 登记老天皇 退位 这是很难得的 老天皇 老天皇 没有 没有直接 知道干到死 而是说提前退位 给自己的长子 来去继承 那是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世天皇 新天皇 这样的话 一百二十五除二 大概正好是那个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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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雕然和尚 那个时代 正好是 打了一五折的 这个时候 就是说公元八百九百八十四年的时候 正好是一半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宋太宗 其实心里边一震 然后就觉得 这个太了得了 64代 64世的那样的一种 源源不断的成绩下来 那等于是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皇权 能够传承一千年 这是让他和在座的 陪同的那些臣子们 都感觉大臣们 都感觉到 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 然后送走了天皇 送走了这个雕然 一行之后 太宗跟 太宗啊 叹息两久 跟宰相 以及其他的那些大臣们说 哎呀 日本虽然就是一个岛迷啊 岛国 一个一个一个 蛮夷的一个岛国 岁儿小国 但是他们说 实施的这套体制 不就是 我们从前的三代之治 从前的那个 周天子那个时代 我们的理想啊 我们的理想不就是这样的吗 哎呀 我们这个国家 你看看 经历这么多的朝代 要说过去一千年 多少朝代都灰飞烟灭 改朝换代 历代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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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一种 动荡不安 所谓 与线分裂 很少有朝廷 那个持续到 几百年的 以上的历史的 有些短短的 也就是 刚刚经历过的 那个 更动荡的 唐以后的 那个 那个状态 他说这种情况下边 我们真的是有点 需要我们警醒 他说 我这个人呢 得不 没有说得不配位了 他说 我这个人呢 跟网胜比较起来 我并不是那么 那么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我愿意跟各位 我们的 一起来去 好好地努力 我们的 我们赵家的江山 也能够无限地 传承下去 那么另外 再就是各位大臣 也能够 有自己的子私 能够继承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个江山 能够得到一种 长久的一种维持 我们是不是能够 这样的一种 见无穷之士 这个永固之江山 这样的一种说法 在宋史里边 得到了记载 那就说明 这个雕然到中国 来这次访问 其实他带来了 很多很重要的礼物 比方说 中国已经 已经完全的 这个不存在了的 一些中国古籍 古籍 郑璇驻视的 那个孝经 中国已经没有了 已经早就在 动荡过程中间 已经灭失了的东西 但是在日本 还保存着这个古本 雕然也带来了 这样的一种 古本给 献给太宗 太宗非常非常的欢喜 然后太宗一高兴 就说给你们一个 当时这个大藏经 刚刚在四川 刻印完成的大藏经 打开五千多卷 然后就赠送给 赠送给雕然 带回国内 雕然还带回国内 一尊特别有意思的 释迦牟尼佛像 这个佛像 当然他的故事 特别 特别好玩 我自己 写过一篇 没发表的文章 专门讲这个 雕然来华 有一些比较生动的故事 当然这个话题之外 我们就不说了 问题的 问题 留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宋朝 也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北宋完了 外地入侵 到了南宋 南宋最后什么什么 到了广东那个海边 也就大家就偷海 就宋朝就灭亡了 我们就后来 就有一个蒙古人的 入中原 成为我们的蒙古族的皇帝 那个王朝 也就诞生了 日本为什么能够保持一种 所谓的天皇万世一系 传承久远 一直传承到今天 今天日本的皇室 已经成为世界上 可以说最悠久的一个皇室了 比起英国的皇室 都更加长久 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 在这样的一场 对话过程中间 你可以捕捉到 有一些信息 比方说 太宗和他的下属们 意识到 好像臣子也能够传承 似乎是 他们的地权 能够地史的 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 这个叫什么 皇座夹久 皇座能够延续的 很长久的一个 前提条件之一是 不能够说仅仅考虑到 只是皇帝一个人的 这一家的 世代的传承 而要考虑到 其他的 那些个官 那些个 那些个 贵族阶层 他们也能够同时 这样的传承 这样的话 君与臣之间 都是互相传承的话 这样的一种传承模式 就会是一种 能够保持久远 许多人都记得 所谓的 平身齐家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说法 其实当时在宋朝的时候 掀起了一种 特别注重 所谓的齐家 齐家是什么概念 其实齐家 在一定程度上 跟这样的一种 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 家族 一些豪门大族的 这样的一种稳定性 是保持江山稳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提条件 这是许多人 当时意识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的一个结果吧 但是呢 我们要说 其实宋朝的时候 这个是今天的话题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没有了 豪门大户 有一本美国的历史学家 比较年轻的一位 历史学家 前不久 他的书也出版了 就叫豪门大户的消亡 这个也是受到了 内存湖南的影响 就是说豪门大户 就在中国到宋代的时候 已经灭失了 没有了 做一个阶层 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卢氏也好 崔氏也好 姓卢的 姓崔的 这些个家族 基本上在过去 唐朝的时候 人们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有许多的豪门大户 他们的传承已经 可以说从汉朝开始 一直持续到唐朝 一直累世为官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阶层 就完全消失掉 与之相适应的是 平民地位的提升 和科举考试的兴起 科举考试 当然在隋朝就兴起 但是隋唐的时候的 科举考试情况跟宋朝的 科举考试就非常不一样 那么另外在有没有别的事情 比方说你会发现 日本的天皇跟中国的皇帝之间 其实存在很大很大的差别 有一位著名的英国的宪法学家 他写过一本书就叫 《英国宪法》 这本书 这个 1876年 1876年第一次在英国出版 作者的汉语名字叫白志浩 翻译成白志浩了 它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 现在文明侠尔的 英国的那份杂志 叫经济学人的 那本杂志的创刊编辑 应该就是白志浩 白志浩写了这本 《英国宪法》 这本《英国宪法》 其实非常饶有欣慰的一本书 它不是一个 特别学院派的 学究化的一个著作 它是把英国宪法 放在一个动态的 一个语境下边去 观察不同的 比方说王室也好 内阁也好 法院也好 议会也好 他们各自 在实际的政治的运行过程中间 他们发生怎样的作用 白志浩在这本 《英国宪法》里面提到了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他认为说 英国的宪法 有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是 其他国家宪法 经常都不具备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特色是说 英国的宪法 把国家的权力的职能分作两个层面 或者说粗略的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特别辉煌的 特别美轮美奂的 特别让人具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感召力的 那部分 但是这部分往往是 当然是以往史为代表的了 这部分其实是没有实际的权力的 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让 所有的人都能够被 都感觉到我们的国家何等的伟大 我们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国家 这是一个唤起人民的一种 向心力凝聚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是英国的宪法中间有实际运行 实际的权力运行的那部分 那部分内容呢 往往是极其简朴 具有现代性 比方说以内阁为代表的 以首相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文官集团 这样的一个行政的权力的这分支 大家都知道英国的 到了伦敦去 你可以到比方说到 这个英国的王宫所在地 这个白杰汉宫 我曾经到白杰汉宫里边去参观 那真正是 哎呀太辉煌 你要是跟中国的紫禁城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紫禁城真是里边还有土炕 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显得很土 也不知道厕所是怎么用的 那么 但是英国的白杰汉宫 真的是特别的给人感觉说 辉煌到了极致 高贵到了极致 但是如果你到唐宁街10号 去看看现在这位印度裔的首相 所居住的那个所谓的他的官邸 唐宁街10号 以前唐宁街10号那条街道是开放的 许多人都可以从门口过 如果你不注意观察到 有一个门口站了一个警察的话 你会完全忽视说 这居然就是大英帝国的行政最高领导人 或者说他们的国家最有权利的这样一个人的 他的一个办公地方居然是这样的 就是他就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小小的门 上面写了一个10号的那个字样 但是呢 白志浩认为说 英国的宪法的最高贵的价值就在于 他那个代表着辉煌的那部分 的确是特别特别的古老 而赋予感召力 而代表着实际权力运行这部分 的确是朴实无华 而赋予现代性 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这两部分相互为一种交向生辉 能够让这个国家变成了一种 比方说古老的那部分 辉煌那部分 他再辉煌他其实没有实际的权力 英国刚刚过去的女王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 他哎呀生前你看他真是在位时间 六十多年的这样的一种悠久的历史 但是他几乎每个礼拜二下午都要跟首相 进行例行的会见 首先要跟他报告相关的工作 每次国会开会首次会议开幕的时候 女王都要代表王室代表王国政府来去发表 他的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基调的一个讲话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由行政最高行政当局来去决定的 而女王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而没有实际的权力的东西可能够非常重要 有实际权力的又不能够享受那样的一种辉煌 有辉煌那部分没有实际权力 这就是英国的这个体制 你们知道之所以 这个王室能够持续那么久远 就是因为他逐渐的在逐渐的在斗争的过程中间 你们知道这个斗争中 比方说1215年大宪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斗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到了17世纪中期 还有把著名的国王约翰一世给送到断头台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谓者和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人们要想方设法的把王权加以限制 让国王变成了一种虚军 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权力的一个存在 但是人们又不会把他国王给废除掉 因为国王非常重要 又重要又没有实际功能的 又没有实际的治理国家的权力这样的东西 在英国经过漫长的这样的一种斗争 最后达成了一个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妥协 这是英国特别重要的一个 英国的宪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 但我们要说日本 日本居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日本的天皇 他是没有经过英国式的这样的一种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他的天皇就变成了一种不清政 天皇不清政 天皇不去具体的管理 具体的治理国家的事务 谁来清政 谁来治理国家 不是天皇 而是远在江户的将军 你们知道过去将军跟天皇几乎都在一起了 经常也发生一些事情 比方说将军们想方设法的去 把自己家的女儿能够嫁给天皇家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天皇的皇后 这样的话他可以对天皇进行更好的一种操控 然后呢 天皇就 天皇在理论上来讲 在名义上来讲 大家看日本的著作 你可以知道天皇是 全国从神道教的角度来讲 他是最高的宗教领袖 他是最高的宗教领袖 他手握三件神器 他的辉煌的地位 可以说是没有人能够质疑 没有人会说想象着我把天皇给推翻了 这是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过 传说有过一次 有一个人在京都的后边那个延立山顶上 曾经叫嚷 只要杀去东京 夺了鸟味的这种说法 但是其实 这种情况不大会发生 天皇在德川家康 统一了全日本以后 家康就觉得 在京都那个地方 跟天皇离得太近 他就想算了 我就把自己的军事最高当局的所在地 设在了当时只有一万人口的江户 那真是远离京都 江户那个地方 现在叫东京了 那个地方是 简直可以说特别偏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 家康认为说 一方面为了 不在天皇的这样的一个身边 离得远一点 或许能够更自由的来去 对这个国家进行治理 另外一方面 他觉得把自己的统治的总部 搬到江户那个地方 也有利于对东日本 对东北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 所以就把首都给签到了 所谓的首都不是首都 其实严格的说 就是他的一个军事指挥总部 所以日本人呢 认为一直认为首都就是京都 京都这个地方 他叫京都 京都的意思是什么 京都的意思就是 就是京都 就是首都 就像我们如果 我们中国还有所谓的北京 南京 这个西京 东京 但是京都人 直到今天商务艺术馆 有一本叫京都导览的一本 特别有意思的书 到现在日本人也不认为说 我们这个京都 首都是在别的地方 不 日本的首都一直就是在 就是在京都这个地方 天皇 孔明志维新以后 天皇就到了 到了江户 后来江户改成东京 但是 按照这位作者的说法 天皇只是到 东京去出差了 出差时间稍微多 长了一点 一直出了好几代的差 但是尽早应该天皇 他自己的本居 他自己的 最重要的王宫 仍然皇宫还是在 江户这个地方 在京都这个地方 那京都 也许有不少人去过京都 看过那个 京都的那个 离二条城不远的 那个京都寓所 京都 京都寓所就是 就是日本天皇的 所在的地方 那个寓所的面积 大概只相当于 中国的紫禁城的 大概 五分之一左右 都不到 不见得到 然后呢 整个的设施 都是特别的简朴的 大门那个 大门顶 那个门顶上面是 草来去 草顶 有人告诉我说 那个草很高贵 很了不起的草 但是再高贵 也是草啊 我们这个地方 是琉璃网 你想 这个差异太大 天皇据说 相当长的时间 其实天皇门口 也不需要有卫兵 因为天皇 天皇是什么 天皇就是 大家都觉得 特别神圣 但是大家都觉得 他就是对这国家 实际的治理 没有什么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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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就对他 你就没有多少 他的任务 其实就在京都 那个地方考虑到 能够多生孩子 能够生好几 好多儿子 然后不存在 继位上的一种困难 这就是他 天皇的一个 一个角色了 那日本形成了 这样的一种 德川家康到了 江户以后 你知道德川 他们的统治传承了 二百六十多年 二百六十多年 一直到明治维新 到明治维新之前 其实天皇 这个将军 他实实在在的把 江户由一个 一万人的小城 小镇子 变成了一个 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将军把整个日本的 统治的中心 政治的中心 放到了 搞到了江户 搞到江户 所以日本桥 是日本的各个地方的 里程的一个 林宫里处 你们知道 全世界 许多城市 都有一个首都城市 首都这个地方 都有一个 所谓的林宫里处 巴黎是在那个 就在巴黎圣母院 旁边那个地方 是全国的林宫里处 走到哪儿去 都是从那儿 计算里程的 那么日本的 里程的林宫里处 是在江户的 日本桥那个地方 那是林宫里处 全国各地的大明 每年都要 每隔一年 或者两年 他们都要到江户去 进行一种 所谓的餐秦交代 就是到江户去 报告工作 向将军报告工作 相反 将军这边 并不必要去到 天皇那儿 去报告工作 他们有200年以上的时间 从来没有到过 京都去 将军到天皇 那个地方 去报告工作 相反的 将军的 这个统治者们 这个政府 还为天皇那边 去制定法律 限制天皇 比方说天皇 不经过将军的容许 是不可以私下里边 跟其他的 藩国那些诸侯们 进行沟通的 这叫公家诸法度 然后对于天皇 这边的权力 进行一种限制 在我们这儿可能想象 就是有一种 犯上作乱的感觉 那么 按照一位日本的 著名的政治学家 思想家 叫 完山真男 这是 这是在 延伯书店的一个 出版的一个小海报 我到延伯书店去 访问的时候 顺手拿了一张 这个 完山真男先生 非常著名的 一个思想家 完山真男说 日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种 两种权力 一种叫自尊 最尊贵的 自尊的权力 和自强的权力 那就是说 最有权势的 权势和尊荣 进行了一个分离 大家想想 刚才我们提到白志浩 白志浩也是这么说法的 也是说 英国的宪法最大的 优点之一 就在于他把这两者 区分开来了 那么日本在 很早的时候 在 可以说是在 幕府时代 他们似乎 不经过非常激烈的斗争 已经实现了 这样的一种目标 按照完山真男的说法 日本的这个统治 真的是有一种 特别 有趣的一种 就是说逐渐的 他在各个层面上 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某种 尊和强之间的两分 比方说 志强的这部分 将军代表志强 但是将军的 实际的他这个政府的 这样的一种权力的设置 也是其实将军本身 并不是直接 万机独卵 什么事都从将军来做 而是 他有一个实际的 一个操作的政府 就是以一些所谓的 他们叫老中 老的中国人 那两个字老中 老中 老中来去组成的 一个行政的当局 其实也是司法当局 由他们来去 行使实际的权力 那么天皇这部分 内部也是这样的 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 一种管理的权限了 然后呢 在大明 在各个藩国的 那种大明 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大明本人 其实并不是 参与实际的 那些俗物 那些什么事 什么事我都管 不 他们其实这个是由 他们的家臣里边的 那些武士 中文化的武士阶层 来了家老 叫家老 家老来去主导 行政的事务 具体的治理事务 甚至 完全是男的说法 就是日本的寺庙 日本的奴村的 村子里边的治理 也是这样的一种 自尊自强 自尊自强 这样的一种模式 当然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分权模式 有时候会带来一种 责任制度的问题 比方说 你 因为它是分着的 但是大家在决策的时候 谁来承担最基本的责任问题 就变成一种 有点模糊 有点责任不清 完成真正在检讨 二战的日本决策的时候 曾经对于日本的 政治传统中间的 这样一种 自尊自强的一种划分 所面临着的一些特殊的问题 进行过一些有意思的一种分析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参考一下 那日本的体制下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跟我们上次讲座提到的一个 说中国没有地方治理的 这样的 没有地方政治 也就是说 中国的地方权利 没有地方权利 比方说我们曾经在 在北大法学院 我们举办国跟中美之间 做一个对话式的讨论 叫中美央地关系 比较研讨会 就是说美国的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 我们的央地关系的 一种研讨会 想想美国的确存在的 央地关系 那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 那是权利是判然两分的 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进行界定的 日本的州有 这个美国的各个州 有自己的州的歌 有自己的州旗 有自己的各种州议会 有自己的 比方说国家层面上 有国务卿 州层面上 也有州务卿 各州自己选民 来选举自己的州长 各州有自己的一套 形式 就是法律 民事法律 各种法律制度 都是州自治的 都是州自治的 但是我们这儿 中央地方 有中央地方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 天津曾经出现过一个 大邱庄的案件 大邱庄那个村的 那个党的书记 叫余作敏 出事了 后来被查处了 余作敏因为 好像在政治层面上 当时影响也很大 你知道当时是 中共中央决定 由大邱庄所在的 政党委书记 直接兼任大邱庄村的 村长 这是等于是 我们中央可以直接 任命到村的 这级的官员 这个在美国 简直可以说是 不仅在美国 在可能其他的任何国家 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 反过来观察 日本的这个 上一次我们谈到过 明治维新之前 有260多个 260左右个 不同的藩国 这些藩国 享有高度的自治 名义上 当然将军可以指挥天下 但是将军 必须要切实的去尊重 这些大明们 或者小明们 在自己的藩国里边的 一种自治地位 除非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才会发生 消藩 发生一种剥夺 某种藩主的 这种地位 有许多朋友 知道有所谓的 中臣藏 四十七议事 那个故事 那个藩是被废掉 废藩这种情况 个别的时候会发生 但大体上来说的话 地方跟中央之间 还是有比较明确的 一种权力的划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我们谈到了 藩主的权力 也是传承的 也是继承的 那个藩的权力 有时候 无论是清藩 清藩就是 跟德川家 这个德川家几个儿子 他们有自己的封地 他们有自己的藩国 然后慢慢的所谓的 有三个地方 是所谓的清藩 还是外样大明所领导的那种 很边缘化的那些藩 他们的藩主都是 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的 这种情况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日本的皇权 以及日本的将军的权力 其实他们对于地方的 左右地方事务的一种情况 其实并不存在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日本的非常 可以说是久远的一种 地方自治的一种历史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 日本的非常非常 的一种情况 那日本后来明治维新 我其实前些年 明治维新150周年的时候 还曾经专门到日本 去做过一次 所谓的明治维新之旅 跟一些朋友一起去到诺尔岛 当时萨摩帆到长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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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山口县 当时的长州帆 也就是安倍的安倍首相的 家乡那个地方 去专门去看一看那些 当时的明治时代的那些英雄们 他们的这个故居啊 他们的神社呀 还有相关的一些博物馆 去去看着实景来去回忆一下 这明治维新的历史 其实明治维新的历史 今天再反过来 我们仔细的思考 其实明治维新并不完全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 就以皇权为例 明治维新将翻全部削掉了 非翻致谢 你们知道他 他就变成了全国有 全国就变成了说中央之下 都就是谢了 当然都道府县四种不同的说法 其实就是中央下面的一级单位了 当时就叫县 设置的就叫县 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说为什么叫县呢 这个因为他们总是说 我们的县相当于你们的省 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因为中央下面这一级地方单位 除了大阪府 京都府 这个东京都 北海道 其他的都叫县 那么 叫县有时候很别扭 比方说我到 静岗县 有一次到日本去访问 说静岗县县大学 邀请我去给他们学校做个讲座 哎呀 后来我就去了 静岗那个地方很美 就在富士山的南侧海边 樱桃小丸子的 好像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静岗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去跟县县大学的校长 晚宴 设置晚宴 请我吃饭 给我名片 我一看静岗县县大学 校长 某某某某 我当时我说 你这个名片好像到了中国去用的话 就会有点麻烦 如果中国人想象是一个县县大学 这是多么低的一个大学 其实他们学校是非常有声望的大学 哎 那校长说 是是是 我们这个学校 哎呀 真是 这个叫 这个名字 有时候跟中国交流确实是问题 所以一般的中国留学生 都不抱我们这 他们抱岛岛田 抱 抱 庆英 抱 其他的 哪怕是一个地方大学 但是没有县历这两个字就特别好 他们就叫县历大学 所以中国学生就怕 回去跟别人交代不了 在一个县历大学里边读书 然后他们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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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县历大学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风景也好 各方面都都都都都不错 我怎么说到进港县这个地方来了 脑子一下子不转了 算了 我不说这个了 我们就回归到这个地方自治 这个各个地方的县 对对 非凡之县 对不起 那么就用了县 那么就用了县 因为他们不能用省 因为他们是按照唐朝的那个模式 日本随其中国最最最最最 新月城府的平凡的派使团到中国来 然后那个时候正常是唐朝 你们知道唐朝的时候 中国的中央单位 中央的机构叫省 门下省啊 总书省这些 这个叫省 所以地方单位不能叫省 而日本就传承了我们唐朝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政府的形态 所以他们现在是外务省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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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总务省啊防卫省都叫省 那么我明治卫新的时候就就就就 说省是汉市中央单位 然后下边这个就叫县吧 他们也没叫郡 然后呢就 你们叫非凡之县 然后接下来是大政逢还 板籍逢还 大政逢还是指将军要把权力交还给天皇 板籍逢还是要把土地和国民 由各个大明们把他交给天皇 这个过程中间 日本的当时是明治天皇了 日本的明治天皇就变成了一种 他以前是隐身在帷幕之后的 但是现在将军没有了 将军废了 然后将军他就天皇就走到了前台 天皇也喜欢穿着一身戎装 然后就变成了实际的 行使实际的统治权力 至少比方说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 军队所有的军队都直接服从于天皇的指挥 天皇也发布所谓教育词语 军事方面的一些指导性的 一些跨语 一些语录性的东西来去 让天皇走到前台了 你们知道过去在日本 它是一种忠诚是多元化的 忠诚是多元化的 对于比方说一个日本的武士来说 他首先要忠诚于自己所在藩的藩主 对自己所在藩的藩主的忠诚 是他的首要的义务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士 这个好像是中国古代的谁的话 然后变成了日本武士的一个格言 你吃人家的饭 你就要为别人的事情而死去 这样的一种 对于自己的藩主的一种效忠 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精髓所在 所以天天就要思考 你如何去为自己的藩主尽心尽力 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忠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远远超出了自己家族内部的 对自己的父亲的父母亲的一种效 这样的义务 忠是首要的 同时日本的武士和藩国本身 也应该服从将军的一种指挥 在江户的将军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的一个统治者 然后接下来全国包括将军也应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至少在宗教意义上 在信仰意义上 要效忠于天皇 你们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忠的一种多元化 忠诚的多元化 对藩主 对将军 对天皇 但是呢 明知为心 一下子就把天皇 把这个所有的忠诚 只留下了对一个人的忠诚 那就是对天皇的忠诚 有点像文革期间我们喜欢唱的歌 千万个红心向着党 千万个红心向着毛主席 就是所有的忠诚都只能够针对一个人的时候 你知道过去那样的一种 不同忠诚之间的某种分流 那种相互之间的制衡 对藩主的忠诚有时候 你要服从将军吗 那个赤穗的那些47亿式忠诚藏的故事 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忠诚藏的故事 就是显示了明显的显示出忠诚与藩主 和忠诚与将军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两者之间的困惑 两者之间的紧张 但是到了明知为心的时候 所有这种紧张就荡然无存 又加上这个可以说是德川时代的末年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国粹派 所谓的国体主义 逐渐的就开始走向了一种 天皇受到了一种神一般的拥戴 所有这种实际的一种制衡性的权力 都荡然无存的时候 你们知道日本之所以后来能够 所谓的人们见证了那样的一种 所谓的军国主义的兴起 并不是偶然的 它是跟明智天皇 明智这样的一种变革 明智维新 明智维新这个词 由于有一个新字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 是一种创新 其实不是的 明智维新 英文叫维新这个词 就用了一个restoration 就是说把从前古代的一种体制的 给复原 它是一种明智复古的一种状态 所以 明智的天皇 逐渐的在明智维新之后 明智的天皇就变成了实际上 相当于中国的皇帝 这样的一种 你可以看到它政治体制的变化 其实与其说是所谓的西方化 不如说政治体制方面 其实是在走向中国化 在学习中国 这变成了一种中国式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 但是好在它 二战失败了 好在它还有一种 更古老的一种天皇的一种 不清正的历史 可以回归 好在 麦卡瑟宪法 明确的把天皇 由神变成了人 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 做自己是人 然后呢 逐渐的日本就变成了一种 民主体制下边 天皇 仍然回归到一种 只是有一种感召力 只是有一种凝聚力 这样的话 就跟英国的女王差不多了 然后呢 现在英国是不是叫国王了 那么 实际的最高的权力 是在内阁 现在岸田首相这个地方 它是行政上面的最高权力 司法的最高权力 是最高裁判所 议会国会有自己的 最高的立法权力 和最高的财政的审查的权力 这是日本式的 现代的宪政体制 所以我们在观察日本的 现代的宪政体制的时候 应该意识到 并不是二战以后 仅仅靠麦克阿瑟 以一己之力 制定了一部 日本的现行宪法 就可以使日本实现宪政 日本能够实现 现在的这样一套宪政制度 在很大的很大程度上 在我看来 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层面上 是来自于日本 明治维新之前的那种 古老的政治实践 和留下的这种政治遗产 那么这就是我简要的 因为日本 我在我看来 其实对我们思考 中国的路径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了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 稍微谈一下 日本的这个 传统政治模式 和中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比较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叫这个 叫什么来的 叫科举取士与法律职业 这个说起来 其实科举考试 在1905 2005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 我们非常 全国不少地方就举办过 因为正好是 废除科举 一百周年 1905年 废除科举的 那么 到了2005年的时候 几多地方都举行了 一些研讨会 我记得 好像不少 不少 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都有过相关的研讨会 我也比较关注 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我 我自己觉得 科举考试 跟我们 今天要建设的 法治之间的 还有一点 某种潜在的关联 于英时先生 甚至也写了 专门的文章 来去谈 反思 科举 因为科举考试制度 在中国 实施了 从隋朝开始 实施了 一千多年 过去人们 谈起来 科举考试 都是 诟病很多了 八股文 这些东西 一想到科举 就是那种 有朋友到南京贡院 我还到过 四川的 叫 四川 那边 叫 蜀北 公务院 都是科举考试的 可以看到 考科举 这个事 是 当时中国 特别大的事 清朝入主 中原以后 因为是 异族 统治者 他们都是 本身 是满蚁 满清的人 后来 他们宣布 恢复科举 恢复科举 就意味着 统治者 也要读 孔子的书 也要按照 传统的 这样这种 统治模式 来进行统治 所以 史大夫阶层 就会觉得 那也就算是 我们的中国的皇帝了 大家也就 慢慢的去接受 就觉得 这是 这是 完全可以 一种更加 包容的 胸怀来 去接受的 因为他们 是肯 来去 按照 儒家的思想 来去治理 这个国家 科举考试 有这样的一种 标志性的意义 但是科举考试 在中国的 从中国反思 中国传统的 政府模式 中国的政府制度 中国的 法律制度 司法制度 来说的话 科举考试 到底有怎样的 一种影响 我们上一次 谈到了 这个 秦始皇 公元 二百二十一 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统一天下 然后接着 废封建 治郡县 这个 废封建 废景天 开签墨 这个东西 对中国的历史的影响 极其重大 我这些年 也比较关注 像 日本 京都学派的 创始人物之一的 内通湖南先生 上一次我也提到 我这个人名 我桌的边上 还摆着 一本 这个是 这个是专门笔谈了 我们刚才谈到过 所谓的 宋太宗和 刁然和尚 进行笔谈的时候 这是 浙江大学的 王勇教授 主持的一套 叫东亚笔谈 文献研究重书 第一集就是 内藤湖南 笔谈文献研究 这个笔谈 我比较喜欢 搜集他的书 大家看我后边 这排里边 有不少 内藤湖南的著作 这个内藤湖南 在 1899年 正好是 武器变法 失败 百日维新 失败的 六君子 被砍头的第二年 他到中国来 那是他第一次到 中国大陆来 访问 当年他是 33岁吧 33岁的样子吧 是一个年轻的记者 但是他作为一个 汉学家的身份 其实在日本 已经是奠定了 因为他已经出版了 他的诸葛孔明 写诸葛亮的传记 他的 他的 这个 可以说是 家庭啊 三代都是研究 中国的 儒家的 儒学家 这个 我这儿还有一个 他的 书法的 一个作品 这是 这是 那张湖南的 书法 他的书法 这是文人字的典范 其中 有这个句子 叫三世书香 言以步 言以步就是死步了 甲乙丙丁的乙 这个是 特别 特别漂亮的书法 那么他在 他 33岁那一年 受日本的 报社的 朝日新闻吧 朝日新闻的派遣 到中国来 进行一个 一番 作为汉学家 对中国进行考察 他到了 路过山东的 烟台 当时叫知府 到知府的海边 他在船的甲板上 到了 从危害那个地方 船 他坐的那个船 叫仙台湾 或者叫仙台号 然后一路走下来 然后去看看 岸边的景色 哎呀 可能不少朋友 到过烟台 或者危害那一带 你可以看到 郊东的那种风景 他就 哎呀 发现这个 远远的看上 中国的这个 海边的景色 山不是特别高 然后远远的望去 好像 山体裸露 植被 植被荒书 山 石头都露得出来 然后没有 植被很少 说是 往山底下看 铺子一层薄薄的 一片浅绿色 仿佛是南华一般的景色 他看到了一种凋零的一种状态 1899年 哎 他说啊 这样的古老的国家 多么伟大的国家 凋敝到这个程度 都是秦始皇带来的麻烦 他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 那么到了 从烟台那个地方 住了一晚上 然后就坐船 就到了天津 到了天津 到天津那个地方 跟这个 这位年轻人 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 哦 这几位年轻人说起来 有些人真是大名鼎鼎 比方说严富 当时留学英国回来 正在天津那个地方 然后 他跟严富 谈话 彼谈 发现严富真的是 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将来必有大成就 然后呢 他跟另外两个人 一个叫蒋国亮 一个叫陈锦涛 不是胡锦涛 但是两个字一样 陈锦涛 这两个人 也都是 三十不到 二十几岁 三十左右 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们三个人在一块 聊 然后 就笔谈 大家看到这个笔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当时留下来的这个 这一段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那层湖南 那层湖南 留下来的文字 他说 窃 窃 我私下里边想 你们贵国的 基壁 太真了 他绝对不是 仅仅从清朝开始的 不是从本朝开始的 他说 要追溯的话 要追溯 很久远的历史 第一呢 在这个文献里边说了 第一是 商军书 商军 商军 遍景田 向迁末 景田制变成了 非景田 开迁末 那就是说 非封建制 均线 这样的一种 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的 这样的一种 制度改革 让中国出现了大问题 然后第二呢 他提到了 第二 从更近一点的说 尽之则科举取材 科举取材 由美名而无实效 美名不错 听起来很美 科举考试 哇 你能够考试 就能去做官 这多好啊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但是没有实效 你科举的内容也好 科举出来的 那个人的 一种人才状态也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科举对于社会 本身的一种 产生的一种影响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三呢 他在这个笔谈里边说 第三就是说 你们的官员体系 你们的这个官僚体系 是根本不把民生 当做自己的事情 从来不把民生 当做自己的事情 我想内藤湖南 他可能对自己的祖国 他的日本国历史上 你们知道那些大明们 作为大明是一个官员 他是一个藩国的藩主 他对于自己的 这个藩的那种感情 他是一种世世代代 累世住在这个地方 他跟自己的藩民都是一样的 大家世世代代 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 水乳交融 他就形成了一种 雨水情深 你离不开自己的藩民 所以你 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去 比方说 维护这个藩的良好的秩序 你必须要保持这个藩里边的 比方说公正的一种秩序 你必须要有效的 和公正的解决 藩民之间的一种冲突 或者纠纷 你必须要 赈灾 必须要想方设法的 让那些个慈善方面 能够得到 有效的去救济一些穷人 他这个这样的一种事情 就变成了 所以你自己死了 事实实在在你的尸体 你的坟墓 也要在这个藩里边 所以他 藩内部就形成了一种 所谓的藩民和藩主之间的 一种 密切的关联 密切的关联 中国是这样的吗 中国不是 中国的县令 你们知道 这县令都是属于那种 朝廷任命的 而且还有 你们这明清两代 实现了所谓的 任官回避制度 任官回避制度 就说是 必须不能够在自己的 家乡省份 做支援 支援 那么 你必须到外省去 而且 为了避免一个人 在一个地方 形成 做大 变成一种 有地方势力的 跟地方势力 有过分的纠缠 最后就变成说 任期制度变得很短 那么两三年就 就轮换了 两三年就轮换 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边 你 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的 那些个 地方官员 所谓的地方官员 其实是中央官员 中央派到地方 这些官员们 他们能够跟地方之间 能够发生 能够产生 日本的大明和他们的 藩民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他们的 大明跟武士之间的关系 这是 我们当然不会说 是里边没有压迫 或者说没有 政府的一种弊端 但是 大致上来说 它是不可分离的 不可分离就导致了一种 说 一种潜在的 直接的一种 约束的关系 这是 这是 我觉得完全可以 从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种状态 那么 秦始皇 统一天下 接受了 当时的主流 主流派 其实是想着说 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从前的周朝那样的一种 封建体制 分封体制 但是 李斯坚决反对 李斯提出来了说 封建制度 最大的弊端 就是在于说 随着 时间的推移 以前那种 拱卫天子的那种 亲情关系 逐渐的就开始 稀薄 那样的一种情况 就逐渐的走向了一种 分化 离心力 那么逐渐的就 导致天下大乱 那么秦朝能够成功 能够统一天下 秦国能够统一天下 当然跟这样的一种 就体制之间的 这种弊端是有关系的 那么 不如 用俊宪制的方式 让所有的官员 其实都是地方 都是中央任命 你到地方去治理 我随时可以罢免 你不可能在那儿 做扎扎根 你不可能 长久的统治一个地方 这样的一种情况 最后 秦始皇认可了 理事的这样的一种 建议 最后 整个的这个国家 就变成了 具宪制的国家 那么 但是秦始皇 建立了具宪制的 这样的一个秦朝 他自己造成始皇帝 想着一世 二世 乃至万世的这种传承 结果导致的情况是 二世而亡 留下了很 很大的一个教训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汉朝的时候 也进行过一些反思 也在探索过某种中间道路 比方说汉朝的时候 其实是实行一国两制的 那就是 又有 封建制 也有 俊宪制 但是 后来封建制 出了一些问题吧 最后 逐渐的 俊宪制 开始在这个国家 就扎下根 封建制度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封建制度的 主要的官员系统 其实他们是 生出来的官员 或者 有一个说法 叫含着金钥 是出生的官员 而不是任命的官员 比方说 我们刚才说 日本的二百 五六十个大名 那些大名 都不需要你中央来 去任命的 但是 到实行 最限制的时候 情况变得 非常麻烦 那你就是说 你需要任命官员 他不是说 你能够说 你说 你是一个地方的诸侯 你就可以 世世代代统治部 你即便是 这个地方 封给你做一个什么网 比方说昌义王 那个叫刘鹤的 前几年 还在南昌 那个地方 有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 就是海昏侯刘鹤墓 给挖掘出来了 刘鹤在做了 几十天皇帝之前 其实在现在山东的昌义 那个地方 大概给现在的昌义县 不是完全重合的 昌义那个是一个 这个国呀 封了一个所谓的昌义王 但是他那个王 其实是 其实是 基本上是一个名义上的 给你一方印的 而已 你是一个昌义王 但是你并不是 昌义实际的统治者 实际统治者是 朝廷任命的 那个地方的 那个 或者叫 地方的主观吧 这个 那么 最后的 结果最后 全国逐渐的走向了一个 完全的均限制 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一种 对官员的一种 候选官员的一种 大规模的一种需求 那谁是适合的一种 可以做官的 古希腊的责任说过说 天际下有三种东西 是非常重要 就是需要分配 分配的正义 是否存在 具有相当 重大的影响 那么三种东西 就是权力 财富和荣誉 权力 财富和荣誉 你如何去分配 政治的权力 谁可以做官 我们经常有时候 想着 看着我们身边的 有些官 在哪像个官啊 根本 根本望之不适 人君 在 哎呀 真是觉得 怎么可能 让他来做这官 这就是分配 不正义 分配不正义 现代民主制度 也是为了解决 这个分配的正义 你谁能够说 获得选民的投票 最多 你就可以担任 国家的总统 这就是政治权力 分配的一个机制 人民拥护的 你就能够上 哪怕你 你自己 获得的拥护 是通过某种 划中取宠啊 通过某种 说说说说 反正是 你只要讨好人民 大家就喜欢 就可以 这是政治权力 第二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财富 财富 是怎么去分配的 我们经常说 机会均等 是非常重要的 机会的平等 而不是实际财富的 一种拥有量 是平等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 我们都知道 要如何去 如果这个国家 有钱人都是 通过不正常手段了 来去获得的 像孔子所指责那样 不义而富且贵 不义而富且贵 你不义而富 如果这国家 遍地的富人 都是不义而富的话 那肯定是 这样的一种 财富的分配体制 出现了问题 第三个 就是荣誉了 荣誉的分配 哎呀 有时候我想想 这个比方说奥斯卡 比方说诺贝尔 这个奖项 这么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 美国还有个普利策奖 他的奖项 能够维持几十年 乃至于上百年以上的历史 能够 基本上大家觉得 嗯 尽管个别的时候 还你可以 可以觉得有一些争议 但是大致上来说 嗯 这分配还可以 大家都会觉得 嗯 奥斯卡奖 真的是美资品的 大家还 现在还有人关心 这么大众 大众电影 什么这么百花奖 金鸡奖嘛 好像没有了 就好像觉得 一个国家 能够维系一种 荣誉的分配 机制 长久的 能够持续 能够得到 人们的 大致上的认可 真是一件 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荣誉分配 也非常重要 那么权力的分配 当豪门大户 已经消失了 他们 或者说 他们没有消失 但是人们 不再认可说 他们仅仅是因为 他们父亲 是一个官员 我们就接受 他儿子是一个官员 这种情况 人们越来越不接受了 这个当然 我觉得是不是 跟儒家的 思想中间的某些东西 有关系 我觉得选贤人能 这样的思想 是儒家的一种 根上的东西 所以最后 产生了对官员 候补官员的一种 大规模的需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中国的当政者 必须要考虑到 采取怎样的方式 来去选贤人能 选择这些官员 任命特定的人 做官 那你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 大家知道 有一本日本的 著名历史学家 写的一本书叫 汉朝俊宪制的展开 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艰难的 一个探索过程了 曾经有过 所谓的推举 或者是举荐 或者说 那个意义上的选举 大家说 举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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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秀才 举孝联 把权力给地方官和 那些乡绅们 非常有赋予声望的乡绅们 让他们来向朝廷来 去推荐 合理的候选人 推荐的标准 无非是两条 一个是读书比较好 一个是 对于家庭的孝道 特别讲孝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好的孝子 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 很快就走上覆盘 这个推荐制度 是我小时候 经历过推荐上大学 哎呀 那个推荐上大学 完全都是 其实都是走后门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最后把所有的好机会 都都都 北大清华上 能够上那个学校 都是有有背景的人 然后就就 最后大家 汉朝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弊端 那你没有一个硬性的东西 怎么办 最后就 产生了 到了隋朝开始 科举 隋和唐的科举 还有一点半科举之 那就是说 一方面那些 这些个豪门大户们 他们仍然有某种 试习性的一种 优先 优先录取的特权 平民 在武则天之后 开始平民的比例 越来越高了 我记得当时在这方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争议了 后来你们知道明朝的时候 这个科举考试传到 朝鲜半岛 朝鲜后来的科举制度 其实更像是 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 东班西班 这样的一种 非常有趣的一个安排 那就是他有一种折中式的 但是中国科举制度 就到了宋朝的时候 随着贵族阶层的 整体的消亡 最后结果就是 普遍的科举制度就兴起了 那这样的一种科举制度 它带来的一种影响 坦率的说不仅仅是影响到 中国的这个 比方说仅仅是说 谁来做官 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事实上它影响到了 深刻的影响到了 中国的社会的构造 深刻的影响到了 中国的整个的官员的一种 他们的一种整体的一种风貌 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的这个决策的一种模式 还有这种决策 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响 他们的一种 还有皇权跟 皇权跟这个官僚阶层 之间的一种关系 他们的互动关系 过去有三个权力的一种制衡 皇帝 贵族 官僚阶层 这三种东西相互能够有一种制衡 但是后来这个三足鼎立 已经一个顶的腿没了 就剩下两个了 但是这两个中间 那么这个我们的文官集团 我们通过科学考试成功的 所谓的科举官僚阶层 他们跟皇权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我们去 特别去思考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可以说 科举考试 对中国社会的构造的影响 我们今天可能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谈就谈第一个问题吧 对社会构造的影响 其实是一个 就是增强了某种社会的流动性 或者说 内藤湖南曾经说 中国到了宋朝的时候 社会已经是一种高度流动的一种状态 那就是社会的流动性是什么 流动性是跟日本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你们知道日本 因为它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藩 将军 天皇 这种旗者之间的关系 你们还知道 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一个概念 叫市农工商 那么市农工商是 当然在有文士有武士了 农是农民 工是工匠 商是商人 这四个所谓的市民 市民 市种民 民分四个分支 这四民在日本 它是相互隔绝的 它是互相不沟通的 这部工程主要是 比方说缔结婚姻 或者是身份转换 比方说 一个农民可以去做武士吗 这也是不可以的 日本有许多的 像中国学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非常精妙的去选择 学习的 怎么去 学习什么 什么可以打折扣的学 什么可以要坚决排斥 比方说宦官制度 在日本从来没有接受 科举制度 曾经有好事者 在日本也做过宣扬 但是好像日本 很难接受 科举制度 因为科举制度 会毁掉日本 这样的一种 市农工商的 这样的一种市民的 相互隔绝的一个状态 你们知道 明治维新以后 有个非常 要建立现代军 军事制度 现代军队制度 就是招募 这个所谓的义务兵 什么 全民都有责任 去服军役 服兵役 哎呀 结果这个 在武士阶层看来 这是怎么可以接受的 因为打仗 是武士的特权 没有说叫农民去打仗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 所以 所以他们跟明治政府 就发生了冲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叛乱 叫左鹤叛乱 左鹤叛乱 就是一方的地方 武士对明治政府推行的 现代兵役制度 非常的反感 觉得他们侵犯了 他们武士的贺权 于是 他们还甚至把当时 有一个曾经做过 司法清的 那个也就是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 司法制度的奠基人 江藤新平 把江藤新平 想法设法的稿去做一个 他们的暴乱的一个 带头人 领袖 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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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 最后江藤新平 还被逃往过程中间 被抓起来 打仗的那个 那帮的武士们 武士们特别 此于 武士是用刀的 日本刀 他们用刀来打仗 他们特别此于说 用西方 施阳式的枪 但是这帮的 明治政府 招募的这帮的 都是奴民出身的 这些军人们 他们可以 都学会用枪 结果刀跟枪怎么打 最后就失败了 最后江藤新平 也被 抓起来 最后被 自己曾经提拔过的 一个法官 给判处了死刑 还给他斩首了 判决书里边 很有意思 这个当然也值得我们去 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有趣的事 因为日本当时的刑法 根本没有 所谓的 就叫 叛国罪 因为日本 从前没有人 推翻天皇 没有人采取过 这种犯罪行为 当时制定法律的时候 曾经有过 很大的争议 说是不是要设置 所谓侵犯皇室 推翻天皇的 这种罪名 结果 最后 大家觉得 怎么可以接受 这个东西 最后争论半天 但是在判决 江恒新平的案件的时候 还没有刑法 还没有明智刑法 结果最后 法官就引用了 中国的大清律力里边 关于这个 判乱的这个罪名 来去做的 自己的判决 这个也是 中国的大清律力 为日本做的贡献之一 那么 中国的 从前的 士奴工商 没有这样的一种 观念 大家不会觉得说 士奴工商是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有一位 知名学者叫何炳蒂 看得清楚吧 何炳蒂 何炳蒂有另外一本书在 这本书可能有 有很多人都知道 叫《独死月事六十年》 何炳蒂 他是当年是 他浙江人 后来到山东大学去 三十年代吗 到浙江大学去 不 到考到山东大学 在青岛那 读读读书 他读书也不错 但是山东大学当时气氛也挺好 但是山东大学有个地方 有个事让他受不了 就是山东人太爱吃蒜了 结果就 我的天呐 宿舍里边 餐厅里边 这个教室里边都充满了大蒜味 结果把他逼得没办法之后 从山东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 那个时候转学好像好容易 就有几个人推荐 两个人推荐 然后那边学校就接受 然后他就转到清华 去到历史系去读书 历史系毕业以后 到了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他说中国许多人到美国去读博士 就研究中国问题 特别没劲 后来他就专门研究英国历史 他研究英国历史 特别有一些独特的一些见解吧 比方说他特别的注意到 英国这种社会的阶级构造 特别的使得玩味 比方说他在英国 地主 一个大地主 或者贵族家的第二个儿子 被称为天注定的 注定的国会议员 天让你做国会议员 所以许多的老大 基本上继承爵位 继承自己的家产 但是老二往往就会出去从政 这是他们的一种 一种身份性的社会 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何秉帝先生专门研究过 中国的社会流动 这个社会流动并不是说人口从 比方说从山西 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到山东来 不是这个人口流动 而是说社会阶层的流动 社会阶层的流动 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是中国没有稳定性 社会不稳定 社会结构是互相流动的 都可以去串来串去 这个串来串去的最后 会影响到社会的一种 政治性的一种权力关系 当然这问题也是说来话长 我今天因为前面讲了一些日本的 很多国的比较 我就有点把上一讲的又延长了一些 这一讲呢我想主要的问题 我们在下一次再接着谈 因为科举考试对于中国的 传统的政府结构 政府权力的模式 尤其是司法制度的影响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我们在下一次再接着讨论